因為其實我本身應該是從我第一屆是自民代表出身的 然後那個時候是因為學運 學運的關係然後我就當選 其實在苗栗縣民進黨要當選其實是非常難的 而且又是年輕人的話會比較困難 那我有了機會之後 其實我覺得其實在苗栗縣 其實他們是缺乏對民進黨一種認同 因為其實民進黨在這邊其實蹲點 我覺得如果蹲點的話爭取選民的認同的話 其實他們會更信任民進黨 那我後來也是會要選議員又第二屆議員 其實我發現民眾其實真的就是要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有一顆福的心 他們才會更認識我們 那這次有這個市長補選 我希望也可以說讓他們更知道說 其實民進黨其實很希望可以在苗栗縣可以做一些事情 而且他也沒有在分黨派在寫術在地方上的民眾 那你覺得你最大的政見是甚麼 其實因為苗栗是他有百分之快二十是老人家 那我的政見其實我們主要也是會主打是老人政見 但是我覺得說老人政見之外我還是要有親子的跟青年的 我覺得說要整個面向來看啦 那當然是說你說老人家的話就是禮精方面的提升嘛 那還有育兒津貼的話也會增加 那最主要的話我是有個政見是 我覺得應該是全民可以享受得到 就是整治厚龍溪然後打造一個清水公園 那我覺得這是全民都可以享受得到的 你的勝算 勝算喔 我覺得自己講應該我覺得讓民眾來講啦 如果問我自己的話我是覺得說 我當然是覺得說從一開始參選到現在 那個聲音當然就會比較我們會聽到就是說 至少不是一面倒的說 欸你完全沒機會 那我現在聽到是說我機會很大 然後我有聽到也有人說我會黨選 所以我覺得說我努力到現在其實已經有很多人都在認可了